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级超级强飓风 慢慢的减到了四级 现在已经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收到的消息 它已经现在降到了大概是一级的这一个飓风了 它对于我们的影响的话 应该来说真的并不大 那么在Barrow二级飓风到现在 今天它会登陆墨西哥 在墨西哥的这是Ukanta今天早上在这里登陆 那个时候还是二级飓风 但是继续往下走 它的风速 它的这一个力量会慢慢的减下来 在礼拜六 它会在明天 它会可能在墨西哥湾的时候 那么可能会增加一些强度 那么到了下个礼拜一早上 它会登陆由墨西哥的北部 然后到Corpus Christi的这个相关的地方 预测它会如果沿着它这个轨道继续走 它最后应该它就会到达像是Brunsville到Corpus Christi 那么在我们的沿岸影响应该是在礼拜天会看到 潮汐的会比较高 然后离岸流也会变强 那么下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呢 降雨的机会会高 而且呢 可能会有三到五英寸的雨势 会降在哪里 或者影响到哪里呢 目前看起来Houston跟这个San Antonio 还有Austin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但是呢 影响的就是飓风的危险性的影响 现在降得很低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想朋友们都可以放心了 放心 但是呢 在今天明天 我们还是 尤其在今天温度还是偏高 那么实际温度将在100度 三位数字 Heading Dex呢 高达108到110度 所以提醒大家 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呢 这是在华盛顿的消息 昨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ID4 总统拜登日前辩论当中表现不佳 所以在昨天呢 这一个因为呢 现在外界对于民主党是否继续由他挂帅来进选 这个总统方面继续下去呢 可能有变动了 所以这个挂帅还是换帅 这个现在让他真的没啥心情来过国庆日 现在他的耐力和精神的敏锐度 都受到外界密切的关注 昨天他在白宫用提词机 简短的发表了公开谈话 也希望能够用他洪亮热情的语调 缓解外界对他的质疑 消息人士说 如果拜登出局 副总统贺景丽将会是首要的替代人选 那么拜登昨天在白宫主持年度7月4号 独立纪念日的庆典 相关的活动还包括了数千名 为这数千名的现役军人和他们的眷属 所举办的烤肉 BBQ的这一个活动 昨天呢 传统上民众在美国的民众 是用fireworks还有party来庆祝国庆 总统拜登还是继续面临他和川普辩论之后 带来的爆炸性的负面影响 在国庆日当天呢 这个也出现了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的新的问题 纽约时报则报道 拜登告诉就是州长们 他需要睡得多一点 然后呢 减少工作的时数 尤其会要尽量避免在入业以后的活动 根据这个纽约时报的话说 两名约会者透露了这个消息 这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民主党内部 为11月份总统选举寻找替代人选的一个声浪 而拜登也为了要化解巨大的退选的压力 在接下来几天他会接受这媒体的访问 也会出席多场的活动 希望能够借此挽回选民 挽回他的支持者 挽回自家党友对他的信心 他和民主党内多名州长开会时 就形容他要多睡点觉 晚上的活动要尽量的减少 那么现在呢 根据日程 今天拜登将会在威斯康辛州出席造势活动 也会接受就是ABC的访问 那么7号他会到Philadelphia去拉票 接下来会回到Washington DC 主持的是NATO北约峰会的大型记者会 分析则认为这些公开活动 对拜登来讲可是至关重要 如果他接受在ABC的访问时表现失色竞选活动 恐怕就到此为止了 也有消息人士透露 他曾经和拜登通过电话 谈到连串挽救措施如果无效 下一步要如何应变时 拜登则表明 这次大选重要 他将优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 那么至于谁会要接任呢 如果必须或者是说民主党决定要撤换 要拜登来竞选总统一职的话 到底民主党下边的口袋人选有谁呢 在现在纽约时报也有六位专栏作家 昨天再度对总统拜登是否要继续竞选 以及可能接棒者的意见 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那么包括了副总统贺锦丽 还有密西根州 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 都被他们点名 而在现在呢 副总统贺锦丽是相当有希望 如果要临阵换将在这个拜登的总统竞选路途当中 那么他很可能会出现而取代拜登 来代表民主党竞选这个总统一职 在现在对于拜登临阵换将的风声四起的时候呢 他的对手共和党呢 现在已经先发制人 开始锁定贺锦丽来一个全面抹黑攻击了 现在美国部分民主党人讨论让副总统贺锦丽 来取代总统拜登出战2024总统大选 拜登的对手川普和他的若干盟友 也对副总统贺锦丽现在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 迅速试图抹黑他 在现在挺川普的主要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这个Super PAC里边发声明 说贺锦丽是入侵界的沙皇 拜登在2021年3月就表示 贺锦丽将会带头与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 一同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 共和党就咬紧了这一点 指责贺锦丽没有能够阻止 数以百万计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尽管贺锦丽从来没有直接负责过 南部边境的安全工作 不过呢因为他有可能会成为 接替拜登来竞选总统的人选 在现在这个在野党 共和党已经开始先发制人 来攻击贺锦丽了 下边我们新闻看到的就是 在关于台湘山方面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美军演习的项目是全方位的 后勤和装备的维修上 现在引进了3D列印技术 过去制造运送零件得要200天 现在就可以在军舰上生产 最快甚至一天就到手 为在加州的美国海军研究学院 现在研发出一套3D的列印技术 能够应付海军空军陆战队 还有海岸防卫队的各种军用军种需求 在装备损坏或者是需要替换零件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生产 它所需要的替换零件 在现在技术还属于测试阶段 但是已经成功的制造出大型的金属零件了 在向媒体展示的金属零件 表示在过去行件上有替换零件需求时 向制造商订货 通常200天才拿得到所需的零件 现在这个3D技术出来之后 一天之内就可以拿到了需要替换的零件 200比1朋友们 不用脑袋用鼻子想都知道 这是如何大的一个改变 带给大家的这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剑 下边我们把焦点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继续一同关心 首先看的是英国的大选 惨不忍睹 我们就能说惨不忍睹 英国工党一如预期国会大选 取得的是压倒性的胜利 结束了保守党在英国长达14年的执政 而对于保守党的败选结果 现任首相苏纳克也在今天宣布要辞去首相和保守党党魁一职 英国国会大选在4号的晚上10点钟结束了投票 那么苏纳克在5号已经承认在大选当中输给了对手施凯尔所领导的工党 那么在现在保守党在国会大选当中惨败 首相苏纳克也为败选负起责任 今天宣布要辞去首相和保守党党魁 同时也称赞将成为新首相的工党领袖施凯尔 是正直而且热心公益 那么苏纳克坦承保守党没有兑现诺言 而他也表示听见了大家的愤怒和失望 感谢所有保守党候选人和竞选团队工作人员所付出的努力 谈到他出任首相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恢复经济稳定 现在英国的通货膨胀回到了目标水准 抵押贷款利率正在下降 经济成长也有所恢复 而英国工党在大选获得压倒线的胜利 苏纳克则顺赞将成为新首相的工党党魁施凯尔 是他尊敬而且是正直热心公益的人物 那么在这一次英国大选当中 看到就是内阁最少有12个官员因为败血 而创下最差的记录 在这一次可以看到执政党惨败之下 那么多位在议员或者是说在政府的高官方面 负责部门方面都完全得要走马换将了 这一次执政党保守党惨败给在野的工党 失去席次的内阁官员的人数创下新高 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国防大臣夏普斯出任这个职务一年就失掉了这个职务了 另外夏月领袖摩丹特还有呢 这个是包括了教育司法文化交通运输科技大臣 那么通通都在这一次大选当中都失掉了他们的这个支持 那么同时在最短命的前任首席就是特拉斯 也失掉了他的议员的席位 那么在这一次工党赢得了英国大选的席次大选大胜 而欧盟理事会主席在现在已经送出了他的祝贺 米歇尔在社群媒体则表示 欧盟和英国是重要的伙伴 在公民共同利益上所有领域上进行合作 他将会在7月18号在英国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峰会上 会晤新任的英国首相施凯尔 而在澳洲总理爱班尼斯也祝贺将成为下任英国首相的施凯尔 取得的是压倒性的胜利 好接着我们再看其他方面的新闻 来自布鲁塞尔的报道 欧洲联盟有多位领袖在昨天对轮值主席国匈牙利的总理奥班 到莫斯科传言表示担忧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则表明 并没有授权如此 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奥班是唯一与克里姆林宫保持密切关系的欧盟国家领导人 匈牙利由7月1号起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因此对欧盟未来6个月的议程和优先事项是具有影响力的 在现在呢 米歇尔则在社群平台上面表示 欧盟轮值主席国是无权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做接触 下边我们就看到NATO这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 将会在9号登场 在会中预计会首度做出国防产业的承诺 要求成员国增加武器生产 并且恢复更为严格实施弹药标准化 好让战场上使用的炮弹可以互通 一位要求匿名的北约官员说 乌克兰已经显示标准化理论说得好 但实地却没有那么理想 那么尽管北约已经把突击步枪等小型武器的子弹 统一规格 让成员国能够使用彼此的子弹 但是炮弹要标准化 目标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 好下边呢 我们再看到的呢 这是在俄罗斯方面 在现在呢 因为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增加了 所以呢在印度方面呢 总理莫迪将会在8号到10号访问俄罗斯和奥地利 现在媒体则关注他的俄罗斯之行 认为莫迪是希望能够在俄罗斯与中国越走越近之际 能够稳固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 莫迪将会在俄罗斯与在莫斯科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举行第22届印恶年度峰会 检视两国之间的多面向关系 同时也会就双方关心的区域 以及全球议题要交换意见 下边我们看的是首尔的报道 南韩总统办公室在今天宣布 总统尹席瑞连续第三年出席NATO的峰会 将会单独演说强烈谴责北韩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尹席瑞会在8-11日应邀到美国夏威夷和华府访问 访问美军印太司令部并且出席在华府举行的北约峰会 不仅是尹席瑞上任后第三次受邀出席北约峰会 也会是南韩总统首次连续三年应邀出席 南韩总统办公室国家安保室也向媒体说明了 尹席瑞这一次出访行程 透过这一次的北约峰会 南韩将会进一步与共享自由、人权、法治价值的北约 强化关系、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尹席瑞也将会借此机会向俄罗斯 以及北韩的军事合作释出强烈的讯息 与北约成员商讨应对的方案 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日本 现在日本防卫省昨天宣布的是 和美国签约将会以7500万美元 要向美国方面采购长城巡异飞弹以及配件 计划在2027年度 在这之前搭载于航空自卫队F-15的战机上 根据报道 双方签约日期是3月18号 日本方面这次采购的长城巡异飞弹 是为联合空对地具外飞弹增程型 作为日后自卫队能够打击 位于他国境内飞弹基地等设施的反击能力 最后很快地看一下 关于在法国巴黎奥运 在2024年的主办方今天就表示 万一塞纳河的水质仍然不适合游泳 怎么办呢 现在奥运的马拉松游泳赛事 有可能要改一个地点 改到巴黎郊区去举办了 在4号检测到的数据显示 塞纳河的水质有所改善 但是距离奥运开幕还有三个礼拜的时间 是否能够在开幕的时候 开幕前改善到符合标准呢 如果改善不到怎么办 现在已经有替代方案出来 就是改一个地点到巴黎郊区去举办吧 带给大家这是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我是胡美剑 在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让我们在这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我们再和您同关心 这是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第一个看到呢 英国工党在现在赢得了大雪 曾经主张英国需要在贸易和科技上 摆脱对中国依赖的党魁 施凯尔将出任英国首相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今天对此表示 中国方面希望与英国方面在相互尊重合作 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中英关系 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那么毛宁也在毛宁在这里表示 中国方面注意到英国的选举结果 对于发展中英关系 中国立场是一贯的 也是明确的 另外呢 欧盟由今天起对中国的电动车 加征战时性反补贴关税 中国外交部也在今天回应 应该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地解决问题 中国方面将会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展开反补贴调查 中国方面多次表明立场强烈的反对 中国方面始终认为应当透过对话协商 来妥善解决具体的经贸问题 并且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那么在今天起欧盟对中国电动车 加征战时性的反补贴关税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 就在昨天也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 同时希望在中裁之前 尽快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多家中国的车企与受关税影响的德国BMW 也表示反对 在现在何亚东指出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6月22号 与欧盟负责贸易政策的职委 已经视讯会谈后 针对这个案子展开了磋商 到目前为止 中欧技术层面已经举行了多轮的磋商 目前就是中裁还有四个月的窗口期 希望欧洲方面能够同中国方面 抓紧推进磋商的进程 基于事实和规则 尽快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下边我们看到 中国即将制定金融稳定法 日前已经发布了二审稿 并且公开征求意见到7月底 分析则说 这一个法案是在中国当局 致力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环 同时也进一步的强化在中国当局 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 以及话语权 那么在中国过去曾经对商业银行 证券和保险业制定了法案 但是这一步新的法律 是可以填补监管框架当中的空白之处 下边看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3日到4日在天津调研 他则强调要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的意志 加快实现中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在中国的高层近来到访地方进行考察调研 根据报道丁薛祥到访天津 参访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 表示要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 要夯实科技创新根基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也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下边我们再看到上海自贸区 临港芯片区 在今天主动的宣布 在这个区内包括城投新港集团 临港空投集 投控集团等多家国企 在近日已经率先采购了一批 特斯拉Model Y电动车 来作为企业功能用车 而且是在这个区内 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 实践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的 积极响应 在临港芯片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说 这是临港芯片区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要求 也是临港芯片区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持续扩大开放的又一个案例 下边我们把焦点 看到中国证监会和公安部 六个单位 今天共同发布了文件 宣布严打资本市场财务造假 并且一举对五家涉及财务造假 大股东挪用资金的中国上市公司 再加上七名相关的负责人行政处罚 处罚金额达人民币1.21亿元 在报道中说 这项意见宣布的是 进一步加大对财务造假打击力度 要完善监管协同机制构建防止财务造假的 常效机制 根据报道 这项意见明确了五个方面的重点举措 含17项具体举措 一共20项内容 而五个方面是 坚决打击和阻止重点领域财务造假 优化证券监管执法体制机制 另外呢 也要加大全方位立体化追责力度 同时加强部计协调和中央地方的协同 那么最后则是要常态化 常效化的方式财务造假 好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在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接下来焦点转台湾方面 和由台北新闻主播接报 为您播报 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阳光主播张旭华 在台湾的消息方面 媒体报道 基隆八斗子及渔船扶扬266号 今天凌晨在钓鱼台附近海域作业时 被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务船登检 船长轮机长和两名船员 登上日本公务船接受调查 对此还迅速回应 浮阳266号疑似进入日本 燕美大岛附近海域作业 因违反当地渔业规范 遭日本公务船取缔 渔业署在今天近中午时 也证实 我驻日代表处于上午三点 接获日方通报 指出浮阳266号疑似 有违规情势而遭登检调查 渔业署表示 目前船上人员均安 详细情况正积极了解 后续交社会再跟日方积极协调 渔业署远扬 渔业组组长林鼎中说 这艘船是基隆级 抓半舟晚宜船 那于今年的6月25号 从八斗子渔港 前往遗产作业 目前船上有两名台籍船员 跟六名印尼籍船员 那我们今天上午三时 接到日方的通报 在北纬28度55分 东京126度2分 遭日本公务船登检 那怀疑该船有一些违规的 一个情势 那至于详细的被登检调查的原因 我们目前正透过驻日本代表处 自己在了解当中 那据我们了解 目前船上人员均安 外交部今天中午回应指出 获报后已经于第一时间 在台北透过外交管道 向日方了解情形 并且表达关切 驻日代表处也已经分别 向日本水产厅及外务省 表达关切 要求尽速释放人船 而基隆渔会今天下午表示 日方同意 只要船主罚款600万6千元日元之后 人船就可以离去 基隆区渔会理事长简建辉证实 目前蔡信传东已经接获通知 正在准备汇款给日方 后续人船离开遭扣海域之后 原则上会继续在海上作业 宜兰县岳明国中小师生 将在暑假期间驾驶帆船环台 今天举行 携手共创航向蔚蓝起航典礼 赖青的总统亲自出席 总统致此时表示 他收到岳明国中小亲自制作 充满诚恳温暖文字 快乐活泼插图的小卡片 所以是带着感动来到宜兰 参加启航典礼 总统指出 他在行政院长任内成立海洋委员会 就是要带动全国人民了解 探索走近海洋 丰富海洋生活 而就职演说里提到 政府会与产业界密切合作的三大方向 其中就包括探索海洋 总统说 总统高度肯定这次活动的多种正面意义 将促使孩子成为最棒的海洋公民 未来更能成长为科技海洋公民 因此他已经指示教育部长 不仅要继续支持 院民国中小举办这个活动 也应该鼓励其他学校参考学习 针对目前核电是否研议的争议 以及总统府国家气候变迁委员会 副照级人佟子贤 持续强调核电的重要 并点出民进党非核家园的主张 环境部长彭启明 今天出席活动时受访表示 赖兴德总统对核能的态度开放 但立场迄今并未转弯 因此他也会依照环境基本法 和非核家园来推行政务 彭启明说 像总统来说的话 他是开放的 并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我们现在的政策 还是属于非核家园 所以其实正面来看的话 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总统也让各种多元的声音在里面 但是目前为止 总统并没有转弯 说能源会怎么样 但是这种开放的讨论 对于能源的关心 从我们环境部的角度 是非常欢迎的 所以我们本身并没有立场 只要为了台湾好 各种方式 或是未来的新世代能源 都可以考虑 不过我是环境部长 我还是遵守 环境基本法 非核家园来做这个事情 针对在野党可能辖人数优势 通过核电研议法案 彭启明则表示 如果在野党要研议 一定要考虑核废料如何处理 并凝聚周遭居民的共识 至于国家法令 若有任何变动 环境部当然就要遵守 依法来行政 此外环境部 今天下午召开 第四次碳费率审议会 彭启明坦言 由于各方意见分歧 因此预期无法这么快达成共识 不过彭启明也指出 根据不同费率的模拟情境 征收碳费 无论是对GDP或产业的冲击 都很低 远不如电价调涨 至于最后究竟要收多少钱 或何时开始收 都会由他负责拍板并对外公告 国民党立委 陈雪生提案修改 里岛建设条例 引进中资参与工程建设 对此行政院长卓榮泰今天表示 相关修法涉及国安 将对里岛机场 港口 大桥工程 发生重大影响 他恳请立委要以国家为重 他说 那这个会对于包括机场 港口 大桥 的重大 公共工程的失作 发生实质的影响 同时也涉及到 国家安全的问题 所以还是恳请 委员们在审议的时候 要以国家为重 要以国家安全的问题 为优先 同时也要兼顾到 我们公共工程的品质 以及将来在互相 工程进行当中 我们可以直接监督的可能性 所以希望委员能够 很审慎的去面对 这样的这个法案 但是我们也希望 维持现状 总统府行政院 监察院 民进党团等 就国会职权修法 申请释宪 宪法法庭排定 10号下午 召开准备程序庭 听取申请人 与立法院意见 外界关注行政院 派出的代表 卓榮泰表示 政务委员和律师 顾问都在积极准备中 一切都在规划当中 到时候 大家就会看到 行政院以最具体理由 在宪法法庭叙述声明 另外立法院会 今天处理到 里岛地区公共建设 引进中国厂商 参与采购的提案 以及国民党立委提案 将条文中的 大法官现有总额 民定为必须三分之二 大法官才得以行使之权时 民进党团都提议 退回程序委员会 经在场无异议 两岸都退回程序委员会 重新提出 民进党立院党团 总统 行政院 监察院 针对国会职权相关修法 分别向大法官 申请示线与暂时处分 宪法法庭将于 7月10号行公开准备程序 立法院长韩国瑜 今天召集朝野党团协商 讨论立法院三位 诉讼代理人名单 协商一开始 韩国瑜就端出 依照惯例草拟的协商结论 除了申请示线的民进党外 建议由国民党推派代表两人 民众党推派代表一人 为诉讼代理人 随即引发民进党团 总召科建民强烈不满 质疑协商未开始 就已经写好结论 逼民进党吞下去 他绝不接受 朝野历经90分钟的协商 仍然无法达成共识 韩国瑜最后才是 要交由院会处理 民进党团抨击 此案未经立法院程序委员会排案 若以临时报告方式 粗暴交付表决 将再创恶例 最后在民进党团让步下 朝野三党都签署协商结论 同意国民党党团推荐两位 台湾民众党党团推荐一位 担任本次申请案之诉讼代理人 机关代表学者专家部分 由国民党团 民众党团各推派一位 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尧 事后召开记者会表示 民进党对视线案充满信心 也相信宪法法庭大法官 绝对会有专业的宪法判断 继美国之后 欧盟今天起对中国电动车 加征暂时性反补贴关税 而印尼也准备对中国多项商品 加征200%关税 对于世界各国纷纷对中国电动车 以及其他商品出手课征关税 中金院代理院长王健全今天分析 中国地方政府长期补贴产业发展 造成多种产业产能过剩 加上现在中国经济不佳 内需不足 各种商品低价倾销国际恐成常态 王健全认为 各国除了关税之外 还可以透过关税配额来做因应 但这些仅是短期之道 长期而言 产业还是要与中国产品做出区隔 王健全指出 中国各项产能去化时间不一 若属于消费电子类产品 因为生命周期较短 产能过剩问题会比较快解决 但石化 机械 纺织等传产 因属长期投资 恐怕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解决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